阿露哈 全面喵咪打 戰爭時間來 今天晚上九點話一樣 是我們隨便聊隨便打環節啦 那四一下的話呢 哲平又打到了一張完美的地圖了好不好 那現在在鑑定完畢了啦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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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人地圖該來了吧 水啦好不好各位 那我們今天的話 當然就是可以讓我們的 欸 佳奈終於可以三階進化啦各位 期待已久期待已久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現在目前還缺的是什麼喔 缺了一張藍色的壽死 這邊絕對不能打錯 打錯我就完蛋了 打錯直接GG 打錯直接GG 我們先來打一下這個好了 江福力火山 搞不好江福力火山 我們這邊就先讓他打到對不對 打到藍色壽死 我們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欸 還是其實 其實是什麼啊 就是熱風山路時區 他就一定會只掉脆壽死 是這樣嗎 欸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超級白癡欸 我們先看一下好了好不好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搞不好 搞不好是這樣欸 我看一下 我看沒幾雷喔 怪怪的 怪怪的 沒有啦 他什麼都會掉啦好不好 他都會掉的啦 他這邊都有血好不好 對 他這邊都有血啦 沒事沒事沒事 我想說 不可能 不可能 對啦 仓壽死啦 OKOKOK 沒事沒事沒事 我想說 難道這個關卡有幾關是會掉 有幾關是不會掉了 有這種可能嗎 我覺得我好險不是 好險不是 不是就好 不是就好 那代表我們之前沒有耍87 代表我們之前沒有耍87 好 那就沒問題了好不好 那就拜託這個 仓壽死直接來一個好不好 不要再給脆壽死了 因為這幾天他都瘋狂給脆壽死了 雖然我也是滿開心的啦 但是沒有那麼想要啊 各位 催壽死已經有八顆了喔 雖然對其他隻的話可能還是滿需要的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感覺是不太需要的喔 好 走起 今天一定要讓加奈給他進化到三階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超秀特教有多麼的厲害好不好 那其實我應該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應該是打完剛剛那個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拿到仓壽死 然後我們再來打這個關卡 來測試一下他的這個 超瘦威力 應該是要這樣才對喔 但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繼續努力 這關我們上次好像是有接關的對不對 因為時間要來不及 我們先把這個天使星星給他打掉 天使星星給他打掉應該就ok了 貓頭鷹直接馬上來了耶貓頭鷹 看我的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是不是要接關了各位 好像是耶 不是啊 怎麼會這樣 我記得我們之前好像都是可以把他給打掉的啊 為什麼現在都不行了 完了 尷尬了 出事了阿伯 完蛋了完蛋了 難道打這關真的不能 打這關真的不能那個嗎 開加速嗎 蛤 怎麼會這樣 夭壽 完了完了 好不好來吧 來吧來吧 那我們這次就不開加速了好不好 我們不開加速 到後面的時候不開 我們前面先開一下 不是耶 怎麼會這樣 之前不會輸的阿 為什麼這次會輸 怪怪的怪怪的 來來來來 我們先把這個錢包都先收滿 夭壽 夭壽 主要來說還是那個啦 我覺得是不死螞蟻的關係阿 因為他會那個一直復活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會比較 稍微難打一點點 除非就是用七歲歲來進化他 來來來來 叮 哇 沒有叮耶 喔有有 叮了 所以其實一開始應該要先出的是七歲歲喔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叮 哇欸那個 死前復活直接被弄出來耶 夭壽 七歲歲加油啊 我們現在只能就是先這樣 因為螞蟻會擋路阿好不好 螞蟻會擋路 然後他會一直復活好不好 所以稍微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還是我們真的該乖乖的 去 把那個 獵人關卡直接那個 直接打掉 然後讓七歲歲 不是 讓佳奈直接進化 然後讓佳奈來打這關 看一下他的操作特效喔 是不是剛好就會形成一個 完美的那個 完美的就是一個那個對比 我們現在打的那麼辛苦 然後待會那個 加奈直接 操作進化 然後星星直接被打到 砰砰砰砰砰砰這樣感覺 有沒有這可能 哇 這關 之前打的時候都沒有這麼不順利耶 我覺得跟我們就是 出了那個 赤術是有關係的喔 就是哪一隻先出哪一隻怎麼樣 之類的 有極大的關係 哇 加油 狂騷狂騷 你看這邊沒有螞蟻的話應該就會 比較舒服一點點 沒有那個大肚椅啊 可以喔可以喔 反正我們只要在猛龍鷹來之前 先把這隻星星給他擊殺 我們就完美了 完美完美完美 看起來目前很完美 喔 欸 他 哇靠 欸 他最後來給我一個坡洞 然後直接 完了 欸欸欸 你怎麼時候可以來一個坡洞的啊 你這樣很不公平耶 哇 這一個坡洞把我們 打趴耶 死定了死定了 你看還是沒了 哇 哇 完了 糟糕了 不是喔 這關我們到底 到底輸幾次啦 好啦好啦 各位 好 那沒關係 來吧 我們走起 好不好 我們直接這邊拿個倉獸石 好不好 直接開開心心 倉獸石拿起來 然後直接加奈進化 然後轉戰那邊 讓大家看一下就是 欸 拿到這個 三階進化的這個加奈的威力 究竟是如何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是ok的吧 不要跟我講說我連這個倉獸石也打不贏耶 那我是不是 什麼關卡都打不贏了 夭壽 喔 這關感覺是鋼鐵系列的喔 你看有我們這個鋼鐵河馬 然後有一大堆這個鋼鐵鱷魚 好 來了 寄居蟹還血 各位 寄居蟹還血 啊 加油喔 OMGOMGOMG 喔 暴擊一下 喔 可以 NICE NICE 好啦 這邊的話應該就穩定許多了 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這單體傷害的話 就是單打的話喔 這個 這個寄居蟹絕對是超受很麻煩的存在喔 好 沒事 各位 太好了 哇 我們立即了多久 好幾天了 我們終於判到了各位 我們終於判到我們那一顆蒼獸死了 我們終於可以讓加奈進化了 夭壽 哇 兩顆 太好了 來 各位 來見證 見證我們這個 奇蹟的時刻 好不好 終於可以進化啦 我們的冒險家加奈 YES 超久的 我們來看看他三階長什麼樣子 應該很正喔 哇 很猛耶 他直接就是那種 超級大冒險家的感覺 而且身上有帶皇冠 然後 有越穿越少的趨勢喔 可以 傳說的冒險家加奈啊 有越穿越少的趨勢 我覺得可以耶 這隻 傳說冒險家加奈 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關我們先不要帶上那個 好不好 先不要帶上打那個 打我那個的 打我們就是那個什麼 我看一下喔 這可以換 複製 然後 複製哪一個 這套好了 這個 自換 然後這個要換三階 這要記得換 然後我們 先不要帶上任何進化的 我們就用原本的這個隊伍來比較一下 比較一下 有加上這個 加奈三階之後啊 那隻那個 天使星星還能不能那麼囂張 哇 他一直要4725喔 好像變貴了是不是 來來來 然後我們加速也不關吼 加速也不關 我們直接來一波 你不要給我太囂張 來了 很漂亮耶 夭壽 這就是我們努力的結果啦 各位 好開心喔 看一下他的攻擊 大寶箱 好不好 一樣是砸寶箱出來 但是這個寶箱是金色的 而且好像那個 裂魄的那個持續時間 好像聽說是會變比較長對不對 來了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超受特效 看能不能迅速的把這隻星星給他殺掉 欸不是 巴加奈怎麼不見 哈哈哈 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完了 怎麼 怎麼趴一下就沒了 欸 我還是把加速關掉了 欸 不對耶 怎麼趴一下就沒了 但我覺得至少應該有K到幾下吧 有吧 他 他還是有做什麼功勞的 我該 沒有沒有 各位 千萬不要覺得這樣好不好 我是 負面角色行銷大師 但我覺得他基本上打黑色的敵人 這些應該還是頂不錯的好不好 至少他一定是我們的 一個象徵啊 你看我們現在打起來好像還算蠻緊的對不對 不是耶 砍殺球啦 不對不對 出大事了各位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阿伯 完了完了完了 不對耶不對耶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泰島把他派出來了 我們應該要晚一點派他 讓他有一個陣線在那邊扛著才會比較好一點點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這把NG 好不好這把NG 這這這這沒有嗎 哇各位 再給我一次機會 大家是不是希望 今天影片是昨天的影片 有沒有 大家應該是希望這樣對不對 這樣我就會送出3000罐罐 沒有啦今天沒有今天沒有 好不好今天沒有不要想 對耶 好啦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改 慢出 改那個 天子星出的時候我們再出他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不好 加油 慢出慢出 慢點出 慢點出 因為比較麻煩的真的是那個大肚椅阿 因為那個大肚椅的話 會一直卡我們位置 所以沒辦法帶 所以帶一些那個能夠進化的角色 一定是會比較好的 好我們先等陣線穩定一點點 我們再出 再出他好不好 等陣線穩定一點點 先把這邊的這個大肚椅清掉 來了出了 來各位 冒險家加奈 超受特效 寶箱開砸 砸爛這隻天子星星 有喔還在砸還在砸喔 可以喔 加奈 Nice 你看看可以狂推了各位 有吧有吧 這次有吧 看看NG這次可以吧 可以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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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可以嗎 欸不是啦 這天子星星是不是 課藥啊 喔喔死了死了死了 可以啦你看有沒有 這邊加上那個 有啦加重加奈還是有料的各位 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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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可以過吧 可以啦可以啦 有啦有啦 終於啦好不好 終於是拿到他了 我覺得可以 而且 我滿期待他打那個黑色敵人關卡 待會我們去打一下那個黑色敵人關卡 看看一下 應該會滿秀的喔 你看 這邊把那個天子星星打掉就ok了 其實剛剛我們 慢點出之後啊 他其實滿多那個寶箱都砸在那個天子星星身上 所以我覺得應該算是完美的完美的 可以各位 就熱風山如果這邊打完 他給我的是 蒼壽石 我一定超不爽 喔喔紫壽石 沒事沒事 好我們來再加打一個好不好 今天額外加碼 我們來打一下那個 黑色敵人的這個經驗值關卡 應該是這個吧 超級優級經驗 複製 然後置換 然後把他換成三階 來來來來 他三階的話這個 給你黑色敵人超大的傷害 畢竟發射裂波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 我看看他 對對對然後 這邊的話他還會有一個那個能力 有沒有這個 超受特效 來走起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 好不好打這個 其實我真的還蠻害怕黑色山豬的 但是 有加那隻的話好像就不怎麼怕了 這關我們就可以直接 開心打開心弄 可是感覺啦 說真的他的那個裂波那個持續時間好像 也還是沒有就是想像中的那麼長 好像有一隻的那個裂波是 真的世界無敵 噼里啪啦長的好不好 那個真的很強 我記得好像是不明貓貓系列對不對 有一隻超超強 那個裂波 有夠長 啊沒有啦應該是那個啦 應該是多龍啦 多龍的裂波很長 來啦各位 讓你們看看啊 加奈真是能威力啊 加奈其實打黑色敵人的話應該會很不錯 而且加奈真的 這套衣服很漂亮欸 我說真的 這套衣服真的很漂亮 幹 欸不是 能不能 你不要說快死啊 你知道我很難 我很難幫你講話欸 帝王 一下把他給打死了 我天阿連秀都沒秀到 所以 這邊看起來的話 加奈真的 真的是得比較晚一點點出場啊各位 他得比較晚一點點出場啊 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 帝王這邊的話真的還是必須 要靠一些遠工具的角色來打 好不好 但是確實好不好 我覺得 目前來說我們這套隊伍打這個關卡就蠻舒服的 因為以前我在打紀念關卡的時候 很常輸啊這一關卡 都被那個黑色山豬給弄爆了 但是現在不用擔心了 對現在完全不用擔心了 都可以好好的弄掉 因為我覺得那個 這關除了黑色山豬以外 最麻煩的就是那個海馬 好 開別 哇這個裂波狂燒猛燒 但是那個帝王應該又要幹事情了 對我們又死了 應該是又被那個 海馬弄死了 夭壽 太扯了啦 來 這邊應該是可以OK的 弄死弄死 龍弓獸就是神坦了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 神坦龍弓獸 正田幸村 走起走起 哇 但是我們今天終於聊了我們最近的心願了 終於是讓那個 冒險家加奈啊 這邊完完全全沒問題啦 終於是 讓他登場了好不好 樹樹又浮浮 經驗是無上的美味 那你們覺得加奈三階進化 你們覺得有沒有比較好看呢 或是你覺得他能力有沒有比較強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他一些想法 好不好 那今天終於拿到了仓壽死了 壽死之旅 還在不斷的繼續努力 因為真的沒辦法 有太多角色需要壽死了 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